被删减一个小时才得以上映 张静出大尺度出演 这部电影放在现在看依旧震撼 上世纪70年代的安阳古城 高家三姐弟渐渐长大成人 老儿魏弘已经离开校园一年多 可却始终没有找到工作 父母看着心急 托关系才把他安排进托儿所 不过魏弘却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 玩的东东 看成啥 你觉得好工作都等着你 何一物字的孩子比起来 他更喜欢玩具钢琴 一起干活的阿姨忙不过来 喊他帮忙 没想到他一失手 把孩子摔在了地上 母亲带着礼物和赔偿金 登门道歉 魏弘也因此丢了这份 来之不易的好差事 这天他正在屋顶上晒菜 忽然被天上的散兵吸引 骑上车子朝他们降落的地方赶去 看着他们脸上骄傲而又自豪的笑容 魏弘心生羡慕 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穿上军装 自由地翱翔在天地之间 魏弘正沉浸子在白日梦中 一个男兵正好降落在他身边 巨大的降落伞差点把他拍到 他也因此认识了这个男人 第二天一早 魏弘就来到部队应征 再次见到那位军官 接着打乒乓球的机会 魏弘对他说 想让他帮忙圆自己的军人梦 军官没有答应他 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 魏弘没有放弃 他不仅是想当兵 还对那位英俊的军官产生了兴趣 如果能和他走到一起 那就不必每天听父母的唠叨了 魏弘从母亲衣兜里偷来几块钱 又从弟弟那里借了点 之后买了一大包东西去找军官 当他来到部队大院时 正好看到军官和另一个女孩子打得火热 一段还没有开口的恋情就此结束 不过真正的麻烦还远不于此 当他回到家里 父亲一脸愁愈莫不作声 母亲更是不住地哭泣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偷了母亲的钱 母亲不知道 还以为是自己弄丢了 一家人的肚皮都要因此受罪 魏弘没敢说出事情 只是给母亲递了条毛巾 几天之后征兵结果下来了 魏弘没能如愿以偿 看着新兵们胸前的大红花 他倍感失落 更让他难过的是军官跟随着新兵一起走了 回到家后 魏弘把自己反锁在房间 不吃不喝一袋就是好几天 最后父亲不得不强行打开了房门 隐生生把馒头塞到他嘴里 魏弘含泪拒绝着食物接受了惨酷的现实 既然梦想已经破灭 他也接受了制药厂刷瓶子的工作 每天重复而又单调的生活 让魏弘感到一场压抑 直到有一天他意外地捡到了一张降落伞 魏弘兴奋不已 把伞挂在自行车后面骑上街头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周围的一切像是完全消失了一样 那个降落伞成了他的翅膀 带他飞上云头自由翱翔 然而他走中还是没能飞起来 把他拽回现实的正是他的母亲 魏弘被关在房间里 母亲正在准备为他注射镇定机 两个弟弟坐在一旁不敢吭声 姐姐是不是真的疯了他们不知道 不过如果他们不听话 恐怕会比姐姐更惨 父母走进魏弘的房间 一阵惨叫声过后 女儿再次回归正途 从那天开始高魏弘像是又变回小学生 上班下班都有母亲亲自护送 他再也没机会起飞了 这天魏弘像往常一样 坐在母亲的车子后面回家 忽然果子从他身边经过 像伞兵一样打开了降落伞 魏弘从母亲车上跳下 眼睁睁看着像睁睁梦想的降落伞慢慢远去 他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拿回来 第二天一下班魏弘找到果子 可对方却并不打算无偿奉献 女孩跟着男人走进小树林 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女孩丝毫没有犹豫 果子被他的大胆吓坏了 他只是想以降落伞为由接近魏弘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他只能对着地面开了一枪 以此掩饰内心的尴尬 魏弘如愿拿回了心爱的降落伞 却只能把他收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经过了一段段的坎坷 魏弘已经对这个家彻底失去了留恋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火坑 甚至不惜伤害自己只为骗去同情 魏弘认识寥寥一位拉手风情的老人 他在自己手臂上画下几道血印 对老人说这是家里人打的 他希望老人可以收养他 魏弘的伎俩成功了 老人把他认作干女儿 还把他弟弟为强一并扔下 三个来自陌生家庭的人 此时坐在一起却如同一家人 姐弟俩所确实的情感在老人身上得到了弥补 然而在女工的造谣和舆论的压力下 老人最终摸电门自杀 老人的孩子找到魏弘将他抱打一顿 撩下一具狐狸精后扬长而去 被殴打后的魏弘一言未发 继续埋头刷着瓶子 他身边的工友对子莫不关心 好像一切都与他们无关 这是一个冷漠的时代 人人自为自顾不暇 在这个家里大哥魏弘是受到最多偏爱的 就连分糖果他也是拿最多的那份 他挥霍着从父母那里多拿的爱 并且觉得理所应当 但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个傻子 所有人都拿他开心找乐 在单位里他更是被当成免费的劳动力 魏弘觉得别人拿他开心让他干活 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是在和他做朋友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意外 魏弘才不得不承认 那帮所谓的朋友不过是拿他当猴耍 这天魏弘和弟弟为强一起去洗澡 厂里的同事也在 他们递给魏弘一根烟还亲自上货 魏弘开心的合不拢嘴 结果烟卷刚沾到嘴边就响了 他们把暴掌塞到了烟卷里 魏弘一口气没到上来口吐白沫倒地不信 魏强下坏了 顾不得穿衣服冲出澡堂找人来帮忙 好在魏弘只是受惊过度并没生命危险 魏弘知道后找到果子 再次以身体作为交换让他替哥哥报仇 面坟场的坏小子们被修理了一顿 魏弘知道后不但没有高兴 反而特意买了纸烧机给他们去赔罪 姐弟俩都觉得他丢人 甚至不愿和外人提起他是自己的哥哥 这天魏弘让哥哥去学校给弟弟送伞 老师正在讲课他直接推门而入 全班同学都知道他是谁 唯独魏强不愿意承认 魏弘把伞放到教室门口转身离开 走到院子里忽然听见女侧传来一阵歌声 魏弘傻呼呼地站在厕所门口听 结果被人当成了流氓被一群人围着乱打 站在一旁的魏强也受到牵连 他捂着一脸的却大喊他不是我哥哥 接着拿起雨伞插进魏国的大腿 全人的人都安静了 这样的兄弟手足情真是让人哑口无言 姐弟俩被母亲法规挫板 心里这股自活更压不住了 弟弟从枕头下磨出一包老鼠药 掺到哥哥的水杯里 姐姐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 最终他还是将水倒在了地上 企业的父亲无意撞见这一幕 他没有制止也没有恼怒 转身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第二天吃饭时 母亲从笼子里抓出一只鹅 把馋了安眠药的水灌进他嘴里 不到一分钟大白了就断了气 姐弟俩这才意识到自己险些铸成大错 两人凑圈请哥哥吃了顿包子 还给他买了只小鸭子 这件事也给老两口提了个性 孩子大了就该让他们自立门户 总是待在一起早晚得逞冤家 人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 哪怕是吃啥的胃过也不例外 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可不敢去表白 于是用激将法让母亲去帮他提亲 见到女孩后的母亲 也不得不承认魏果实在痴心妄想 刚母拜托女孩帮忙演唱戏 可女孩并没有来赴约 还让同事把钱还了回来 魏果不死心 带着一朵向日葵去接女孩 可女孩转头就坐上了席子的车 她只能望着爱情离自己远去 威红的想法和她正好相反 她不在乎嫁给谁 只要她能帮自己摆脱现在的困境就行 她最终和给领导开车的小王结了婚 在结婚的当天 她把母亲给的手表留给了魏果 这也许是她能为哥哥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魏红嫁出去不久 魏果也找到了对象 是个想想女人 只想落个城市户口 对于魏果的残障她并不介意 毕竟这只是一桩交易 只要价码合适或品无所谓 相对于梦想 这个女人的要求实际的多 高姆听完后心里踏实了很多 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是最适合魏果的 魏果结婚之后和媳妇摆摊卖煞锁 虽然苦点累点可是心里踏实 在一个冬夜里 喜子来找魏果借钱 魏果点头答应着 不过她最后给喜子的 却是她攒起来的香烟 这一整香烟给了喜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从前她愚弄对方 如今魏果细数还给了她 弟弟未强大概是 这个家存在感最弱的孩子了 就如她所说 年轻时的她沉默得像个影子 哥哥姐姐都离开了家 她的心里也开始产生懵动 她本以为同桌对自己是怀有别样情感的 于是在放学后追着对方跑 可同桌不过是看她可怜才顺手帮忙 她瞧不起懦弱又满嘴谎言的弟弟 她狠狠地嘲笑他 小骗的 魏强被受打击 这天父亲在检查作业时 发现了魏强慌乱隐藏的秘密 一张女人的裸体画让她大发泪停 在那个一板一眼的时代 一切隐晦都被示威力尽叛刀 她暴怒的大骂魏强流氓 并让她滚出家永远不要回来 父亲的话成了压垮魏强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她离开了这个带给她无尽痛哭的家 几年之后 当魏强带着媳妇回到家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一身时髦打扮还学会了抽烟喝酒 家里人都注意到她断了根手指 却没人问过是怎么断的 魏强的媳妇走场卖场 她则是劝制丈夫 负责照顾孩子伺候媳妇 此时的魏弘也已经和小王离了婚 搬回家里来住 姐弟俩的日子各有各的酸楚 唯独大哥喂过的地摊一天比一天红火 这天姐弟俩人上街买菜 魏弘见到了当年散兵部队的那名军官 他早已吞去军装成为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可对方早已忘记了他是谁 散兵就像魏弘年少时所幻想的梦 他曾高昂着头 点脚努力去抓的美好 如今也跌入尘世 伴着又腥又愁的味道死在青春里 他蹲在菜摊前的无声哭泣 不仅是为了无疾而终的爱情 还为了梦想 更为了年轻时没有逃离现实生活的自己 几年之后 魏弘的第二段婚姻生活结下果实 在那个冬天高家老小一起到动物园游玩 笼子里的孔雀引得他们纷纷驻足 只是无论他们怎么跳动 孔雀始终不肯开平 然而当所有人都惺惺而去之后 无人观赏的孔雀却默默展开了羽翼 这就是导演顾常未想表达的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没赶上好时候 可是谁能赶上好时候呢 孔雀会在冬日里开平 但大多数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他美丽的羽翼 而是他并不雅观的屁股 如果有人告诉你 只要坑努力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那他一定是骗子 如果有人告诉你 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那他还不如骗子 想要实现梦想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只努力没机遇一切都是空想 只等机遇而不肯努力更是扯淡 世界上实现梦想的人屈指可数 我们都经历过破碎 其实这就是现实可爱的地方 他撕碎了你的梦 却给了你一颗结实的心 踏踏实实过日子 稀稀品为人生百态 才对得起流过的那些血合类